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就开始先请李家李医生来报告 我们在先前已经跟媒体有报道 讲到我们现在安省中医管理局过渡委员会主席张金达 学历资历方面有疑问 那么现在我们提供新的 我们所拿到的新的材料 是张金达先生在1992年 被西医管理局 内外科管理局告上法院 让他不能用医生跟博士头衔 那么在92年的 这个法院的文件里面显示 张金达先生当时给 法院所提供的 证词 他的affidavit 那么在这里面才说 他在1973年 11月22号 在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考试院得到中医博士学位 在他所给法院提供的文件里面 这份是他所提供的文件 写明的是中华民国73年 那么略有常识的人知道 中华民国73年是公元1984年 但是在张金达给 在法院里面所提供的材料 说是公元1973年 然后这一份文件里面所显示的是 台湾考试院医师考试及个证书 他在英文版的证词里面所写的是 他在台湾得到的是中医博士学位 所以这两个事情是互相符合的 你说里面一个写的文件 他没有写中文区都可以的 他没有写啊 就是不能我猜测啊 那当然不可以 每个 detail就提在那里面 那不行了 在加拿大写的纸上的东西才是东西 嘴里说的东西不是东西 对吧 你不能说 我给你看个签证看出来的买房子 我这里写的 你不用看 你听我说就可以了 我说的跟那个写的不一样 那就听我说的 或者我拿一个中文医生说什么 这个你都承认有错误了 你都承认不太好了 对吧 你说的是不太好 我们说的是有错误 因为两个东西完全不一样 那么在这样 具体的东西 I don't know 你弹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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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